虽然正在进行的两场战争,是发生在中东和欧洲的局部战争,但外移或扩大化的风险正在快速提升,甚至于都有引爆核大战的风险。 这两场战争是人类文明一次严重的大倒退,中国若阻挡不住,世界将严重衰退,而一旦引爆核大战,人类将倒退回石器时代,甚至是自我毁灭。 目前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,如果美国北约不加大支持力度,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和战争意志将很快要被击垮,但这却是美国北约不能接受的,费尽心思成功拱火乌克兰战争,其目的就是削弱甚至是拖垮俄罗斯。 如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,那就意味着是输掉了这场战争,在敌寡我中的情况之下,输掉这场代理人战争,本身就不可接受,何况一旦让俄实现了战争目标,那就等于促进了俄罗斯帝国的强势复兴。 美国或许可以接受,但欧洲绝对接受不了,正因为如此,在明知自己受到了极大消耗与牵制的情况之下,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支持乌克兰打下去,也就是绝不能让乌克兰投降。 而对于乌克兰来说,不继续战斗就必须适宜土地换和平,而继续战斗下去,又有亡国的危险。 目前唯一的希望,就是想尽办法把美国北约拖入战争之中,只有把俄乌之战演变成欧洲大战或美俄之战,乌克兰也才有救,也只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,希望在坚持中能够把美国北约拖下水,这是在以国运赌国运。 泽连斯基目前急于向美欧要更多的武器,急于要求美国解禁武器使用限制,实际上并非是指望着胜利,而是指望能够把美国北约拖进战火之中。 对于俄罗斯来说,这同样是一场绝不能输掉的战争,一旦输掉,俄罗斯也就将彻底失去了未来,但额有保抵不败的手段,那就是拥有强大的核打击能力,一旦动用核弹, 这场战争也基本上就结束了,可战争结束了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关系,也就再无缓和之地了。 现在乌克兰战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是,在这种情况之下,乌克兰还能支持多久? 最大的危险是能否引爆欧洲大战甚至是核大战,所以目前不是各方不想停战,而是停战并不符合各方的利益,或者说各方的战争目标都没能实现,美欧都想脱俄, 而美欧也同时在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,可以说到是各怀心事,这也是乌克兰战争不利的重要原因之一,尽管特朗普扬言上台会立即结束战争, 这恐怕是言过其实,不是美国是否想停战,而是乌克兰和欧洲国家都无法接受停战,欧乌都难以接受土地换和平,这意味着欧洲将面对一个更强势的俄罗斯, 欧俄矛盾不解决,或长期的敌对,对双方都不利,虽然这不直接伤害到美国的利益,可问题是如此一来,美欧就有彻底决裂的风险,北约就要面临解体的可能, 而一旦欧缓和关系,美国将彻底失去欧洲的控制权,这对美国的霸权战略也将是致命性打击, 而对于中国来说,既然这场战争是对美西方的重大牵制与消耗,如果纯粹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,战争打得越久,对世界和平就越有利, 对于中国来说,不能接受的是长期的战争,对世界对我国正常发展的影响, 最大的担心是引爆核大战,这对世界都不利,近日在试射核弹后,普京又开始对核打击原则的调整, 中国又意外直接向太平洋发射核弹,这都是有联系的, 而对于其他的地区来说,至少目前没有危害到自身安全稳定和发展,事不关己自然是高高挂起, 何况美国受战争的消耗和牵制,就无力在这些地区制造混乱,这也是何乐而不为, 重要的是相关国家也不敢得罪美国,可以说是有心无力, 唯一担心的就是引爆核大战或世界大战,而这又是其他国家能够阻止的, 也只能是听之认之,因此尽管战争对中国有利, 但中国要做的就是必须出手,阻止引爆核大战或世界大战, 因此尽管大家都嚷着必须停火止战,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的是在推动停火止战, 那些积极表态愿意调停的国家,更多的是借此来彰显自身的价值, 或争取自身的战利利益,可以说围绕着乌克兰战争,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想尽办法从中获取利益, 没有真正关心过乌克兰人的死活和未来, 对于目前的中东战乱来说,引爆中东大战争的风险正在快速上升, 尽管战争持续下去,由是美国重现中东泥潭的风险, 或者说彻底打乱了此前的中东在平衡战略, 可美国也必须坚定的支持以色列, 重要的是美国也更想截击消灭, 自己在中东打了20年,而无法消灭的反美势力, 因此目前美国对中东战争的态度是患得患失,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尽管有美国的支持, 尽管以色列的打击能力明显占优, 但一是不可能完全清楚反义武装, 二是也经不起长期的消耗, 如果以色列不收手, 伊斯兰反义武装就永远不会停止袭扰以色列, 以色列与反义武装都怕主动停火后, 出现对自己不利的后果, 只能是都硬着头皮继续战争, 这同样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, 在推动中东停战问题上, 目前同样都是指动口不动手, 相关国家都是在仔细盘算着如何从中获利, 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真心希望推动停战, 至少目前地区组织和外部势力也罢, 都没有表现出真心失忆, 至少在联合国的范围内, 没有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提出, 应对以色列进行调查或制裁, 目前正在激烈进行的两场战争的最大危险之处, 还不在于战争的扩大化或外溢, 而是都有引爆核战争的风险, 核战争则是意味着, 世界至少将回到实际时代, 也有可能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, 俄罗斯有核弹, 而且俄正在修改核弹使用规则和流程, 美国人要脱垮, 而俄誓言国家不能受到严重的安全威胁, 核战的风险自然在快速提高, 以色列同样拥有核弹, 一旦引爆中东大战, 而受到围攻难以自保安全的时候, 就一定会动用核弹, 这一段时间以来, 以色列已经实际上在不同程度发出暗示, 一旦动用核弹, 中东将永无宁日, 所以也就在此时, 中国破天荒首次基本上全程试射洲际核导弹, 其威慑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, 因此中国不仅要积极应对的是美国的严厉打压遏制, 同时也要介入阻止战争的扩大化甚至引爆核大战, 不仅要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和发展利益, 同时也要削弱美国的霸权, 打消美国发动世界大战和核大战的念头, 同时中国的全球发展观治理难, 特别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, 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, 也必须要强力推行, 只有通过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文化文明, 才能换救人类人性的衰退, 只有通过强烈的军事威慑, 才能阻止大战和核战, 以避免世界的毁灭, 这既是中国的能力, 也是中国的愿望。 感谢观看